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 禅禁律蜜跟经教之间的 一个本体上的相关性 那么这当中有它的赤地 有它的圆容 我们要很明确地划分 事实上不容易 但是经教这一个刑法 应该来讲是本然存在的一个事实 可是在以往 它没有办法表达得很清楚 大家也都知道 这是个刑法 而且在整个历史上 尤其在北传佛教的系统里 对于讲经的法师特别的推崇 特别推崇 那么在整个历史上我们也看到 有许多讲经的法师 是非常的跋扈 我用这个形容词不为过 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家讲经都不好 我讲经就很好 因为我讲经也很讨厌 要表达足够的自信心 给人家产生信心 就会有一种很有霸气的样子 然后不讲肯定 就表示我对自己所讲的没信心 要讲肯定就让人家觉得很傲慢 这个是很麻烦的 那么有一些主张在实际的生活中 它要去实践的 可是呢 假如要按照修养来讲 又不是修行中的事 那要按照修行中的标准来呢 那在修养上来看 又不够 不够那份修养的质感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啊 对于经教行者来讲啊 它是个两难 要这样呢 那就可能冒恶民不 恶民啊 人家说这个讲经法师 所讲的佛法 那是不对的 因为他的行径啊 不符合道德标准 那他假如要符合道德标准呢 那他自己对于真理 又有所违背 那这个时候呢 他要取得好民生呢 还是要取得恶民生呢 这个时候对经教行法的人来讲 那是很恐怖的事 很恐怖 可能一夜之间啊 他就身败名裂 那也可能啊 为了保护民捷啊 那他自己啊 要去跟啊 言罗网好好算账 因为你为了顾全你的美欲啊 那你 你违背了真理的这个大方向 那么在这当中啊 常常是一个很艰苦的煎熬 那这不是一般人啊 所能体验的 那我们提过这个部分以后啊 要来跟各位谈的 精教行法中的一个特色啊 这精教行者啊 它有一个特色 大概啊 是一般的行者啊 比较不能体会的 那就是啊 无尽的超越 所以在我们的道场里啊 我们是跟各位讲过很多 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讲过啊 有无量的失败 才有一次成功 那么无量的成功 才有一次成就 无量的成就 才有一次成熟 还要有无量的成熟啊 你才能够成佛 所以要成佛啊 并不那么容易 这个成就啊 我们认为不难 问题是要一再的成就啊 才有一次成熟 这个成就啊 我们可以这样讲啊 成功啊 相当于正阿罗汉啊 要一再的正阿罗汉啊 那然后才能成为菩萨 这个叫成就 那一再的成就菩萨的性德啊 才能够成熟 成熟才是法身大事 在法身大事的领域里 还要无量的成熟 就超越再超越 超越再超越 超越再超越 一再的超越 最后他才能成佛 那这里面啊 用一句话讲开啊 这很白话 很白话 也没什么稀奇 而为了让你对于 这么白话 平易的解释啊 能够弱下很深刻的印象啊 那我们就必须一再的强化 那你才能够知道它的价值跟意义 有一个故事啊 以前很久以前讲了 我现在有忘了 不过讲到这里啊 我倒是想说再提一下这个故事 有个女儿要出嫁 那个妈妈就把她 妈妈给她的一个戒指啊 金戒指啊 要给她女儿 说这个啊 是你奶奶啊 结婚的时候啊 她的妈妈给她的 那么她给了我 我们家就这样子 现在呢 我就把她给了你 陪嫁出去 这样几代啦 几代啦 四代啦 那前面就不讲啦 前面有哪里来也不管啦 已经四代了 这女儿啊 陪嫁出去以后啊 有一天家里啊 闹饥荒 她就把那金戒指啊 拿去当 当了放几个钱啊 想来糊口 这一当啊 不当没事一当才发现啊 原来那是同戒指 不是金戒指 各位知道吗 这是一个小故事 同戒指就同戒指 丢掉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已经有四代人被隐瞒了 他把同戒指当金戒指 我们所学的佛法 请问你被隐瞒了几代你知道吗 我们希望你拥有的是真的金戒指 而不是同戒指 那问题就在于 谁敢说你是同戒指啊 没人敢说 说了呢 就要挨揍 所以呢 全社会啊 都在讲同戒指就是正法 那时候你就永远找不到 金戒指的正法 现在我们要告诉各位的也一样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你就要按照金戒指的方法 不要按照同戒指的方法 修行没那么容易 真的跟各位讲 可是今天社会人大脑用惯了 那师父你跟我讲怎么开悟嘛 师父说开 那你呢 那你悟啦 你是单悟的悟 你不是束心旁的悟 通通是叫开悟啦 没有办法啦 因为你认为它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当一个人要跟你断定说 这是同戒指的时候很难 因为他要冒着恶名布 你知道吗 整个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告诉各位 修行它要经过这样的 那么多的失败才有一次成功 那么多的成功才有一次成就 还要经过那么多的成就才会成熟 成熟不就好了 还要一再一再的成熟 我最初讲这个时候 我还不敢觉得 为什么要成熟一再的成熟 我只是用个形容词啊 我只是用个形容词啊 那个老葡萄园二十年 还有更老的 有一百年的 我说那有什么不同 那不一样 那二十年以下的葡萄酒不能喝 我说那你们干嘛 那就是很便宜卖给人家 二十年以上的葡萄酒才有好酒 我说一百年的哦 那就很贵了 同样都是成熟的葡萄 二十年以下的葡萄树的葡萄 跟二十年以上的葡萄树的葡萄 竟然是有不同的 有没有 一百年以上的葡萄那更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成熟要一再的成熟 每年成熟一次 你不要以为你结葡萄你就长大了 你还早咧 你那个葡萄啊 恐怕都还不能用 我要问他最初几年的葡萄干嘛 他栽一栽啊给鸟吃 人家都不用 那你想想看你的成就呢 你最初几次的成就 你很多人说开悟 开悟一次算开悟吗 恐怕不一样 你从语言文字上来看 跟你从实际修行上来的东西啊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修行当中你所面对的问题啊 恐怕不是你想象中的语言文字上的东西 是不一样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能不能从这里慢慢去体会呢 修行是什么 恐怕不是你讲的 不一样的 两条腿跪跌跌着 然后挺胸 嗯 这样向前看 越看越好看 这不是丈母娘看女婿啊 越看越忠意啊 也没有那回事 这里面要经过百般的折磨 经过好多好多的失败 你才会发现原来成功是什么 那个成功还要一再的去尝试 每一次的成功都有很多的失败 到你每一次都成功的时候才叫成就 成就以后它会超越 超越以后还要再一再的成就 那才叫做成熟 成熟以后它就开始往上一直爬 那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讲这个 无尽的超越当中 讲的是指成熟以后的无尽的超越 成熟以前的超越 那你要知道 跟你想象中的成功 成就成就到成熟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叫质量道 都叫质量道 在华言的修学领域里头 都叫质量道 从传统的术语来讲 叫做双破我法二指 还要再经过一分保认功夫 不但要破我执还要破法执 破我执破法执以后还要再一分保认 那么才进入法身大事 那在一般的权势当中 那在一般的权势当中 破我执十地以前 破法执就到十地位 一分保认就是等绝 然后就成佛 很抱歉 你这个成佛 在华言里头 叫做原教出租位 原教出租位 换句话说 修行从此开始 你以为说 修行到此为止 那差点啊 我们是说修行从此开始 你却说修行到此为止 那怎么接上去吗 怎么接上去吗 你说吗 所以在讲佛法的时候 你要看看 你是讲同戒指 还是讲经戒指 先弄清楚 假如你是讲同戒指 那很可能修行到此为止 那你要讲经戒指 那就修行从此开始 你看看区别有多大 区别有多大 那要把这种东西弄清楚 并不容易 因为到底有多少人 真的想修行呢 大部分的人 蒙白 蒙修 蒙念 他真的想修吗 所以真想修行 我们叫做生命改造工程 你要透过生命改造工程 让你转凡成圣嘛 关键在这里啊 要转凡成圣 那么容易吗 我们跟各位讲说 修行本身 百分之百分之百的生命都可以改 因为你把凡夫变成圣人 不是百分之百改了嘛 所以包括你的命运都可以彻底的摧毁啊 重新来过 你可能会觉得 哪有可能 那要不可能的话 你就别修行啦 要修行啊 就绝对有可能 百分之百 命运都改了 他不可思议的地方 也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提醒各位说 修行到这里 你要懂得 用无止境的往前走 就算成佛又要做什么 成佛以后还是修行 这不是同界子的成佛啊 是经界子的成佛 也就是进入法身大事以后啊 到四十一个位次 到第四十二个位次 成佛 这叫妙觉佛 妙觉 妙觉成就以后又怎么样 还是一样 修行弘法立众生 不然你以为呢 成佛以后 成佛以后就是 背去桌上结 对不对 坐在桌上等人拜啊 这个叫成佛吗 那不太无聊了吗 成佛显然不是这种定义 不是这种定义 那你就知道成佛 恐怕不是你想象的 但是啊 生命的品质啊 可以无限的提升 以至于啊 到达止于至善的目标 好了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这个问题了 第一个 这个无尽的超越里头啊 我们要怎么超越 这是我们讲修行从此开始要进行的整个内容 那我们要告诉各位啊 我从我个人的例子来讲给各位听啊 因为讲别人的例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我不是别人嘛 我只是我嘛 那我只能够讲我的例子来给各位听啊 我一切地再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在菩提道上 在菩提道 上求佛道啊 叫菩提道 那一个就是菩萨道上 菩萨道就是下化众生嘛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那我们 像我个人来讲 这个 顶无啊 遮印之棚啊 角无五立椎之地啊 左右啊 五棚必可靠 你听懂吗 上面啊没人提拔我 下面呢 蛋丸之地都没有 左右啊也没有师兄弟 那讲是有师父啊 跟我剃度当然有个师父在 那师父等于不在 那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 那唯一的就是 他叫师父 我叫土地就这样 然后呢 就自己拼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很认真的 在行菩萨道 从五到今天 那前前后后发了二十几年啊 光是出家以来啊都十几年啊 这当中啊 在忙着什么 就在行菩萨道 那自己内化 上求佛道的部分 就被 这个从五到有到今天的这个地步里啊 给忙着团团转 我个人就常在想 我到底到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或者一直忙忙到死了就算了 或者有一个适当的明确的 我应该停止了 外化 向外啊 色受众生的部分应该停止了 不要再动了 应该好好地闭关来修行 对不对 我们常常这样想啊 并不是今天要很多信众来啊 师父好 师父好 那师父分了头就很好 所以叫做师父好 不是啦 我们随时都要警惕自己 自己说 我的时间是不是到了 我应该要怎么样啊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啊 因为也没有人给我一个 一个软体说 时间到了 你要赶快去闭关 没有啊 那我这车子一直往前开啊 开到什么时候该停止呢 我想你们都没人交了 因为我也没人交啊 但是呢 我就必须带有一个绝对的敏感度 从我开始跟各位相处的时候 我就一直保持着敏感度 我什么时候应该啊 要闭关 但是我从来不跟人家讲的 这个叫做什么 掉胃口 想要请你来讲话 你就说你要闭关 这不行啦 但是我告诉你 今年7月1号开始 我所有外面的 我会全部停止 可能啊 我不叫闭关啊 我可能会跑出去玩 这辈子通通都是为别人忙 还没有为自己好好忙一下 看能不能找一个好地方 伸个懒腰 做个日光玉 你哦 度假嘛 对不对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必须啊 在菩提道上啊 再用功 因为过去的时间啊 我是用功过 我也走过 那么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啊 我也把这些东西啊 所该讲的都讲了 那么在外面的菩萨道事业上啊 我们今天已经到达当今啊 不敢说宗教界啊 但至少在佛教界 我们已经到达非常高的巅峰状态 那我就说 应该要停止啦 不能再往前啦 因为再冲就冲过头啦 因为上面已经没有了 我还要再冲到哪里去 上面还有的话继续冲吗 上面已经没有了 你看三四大 欢迎营救所成立 这全世界第一个 那还有可能 我们在温哥华 UBC也会成立 华业研究所 那没有吧 没有人比我们更厉害啦 那你还要再冲到哪里去 所以呢 是自己应该要静下来的时候 换句话说 到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十节因缘啊 我们整个的组织啊 就应该重新架构 要重新架构 让我们的第二代啊 出来 让他们啊 来发挥啊 在这个菩萨道上的努力 那让我们在菩提道上啊 能够再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这个叫超越嘛 菩萨道不叫超越 那只是一再的扩张 扩展嘛 你有什么样的 这种福报 它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嘛 可是菩提道上啊 我们才叫做无尽的超越 我们才叫做无尽的超越 这个阶段到了 还有下个阶段要超越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向 向上可以看 所以我们自己啊 要能够去拿捏啊 那你自己真的在心法上的超越啊 那就比较抽象啊 这么具体的东西啊 都不容易看 不容易看 就现实生活中的情况 你看到这个时候应该停了 该停了 这是一种状况啊 所以我们一般像这样子的讲经情况 大概就讲到这一次 以后要再讲啊 我们就改变形式啦 钟师傅 那个普观师 他们来讲 四天五天啊 给他们讲 因为这一代啊 他们要走出来 这个是一份啊 责任 也是一份使命 那你菩提道的这个部分呢 那比 菩萨道的这个部分 那就维系很多啦 一般来讲啊 我们看到的 当然 各位所接触到的 佛教社会跟佛教环境啊 那跟我所接触到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嘛 你可以看到 某人成就某人成就 我们不否认他的成就啊 可是那个成就啊 假如啊 千年皆不变啊 那等于没成就 你知道吗 常常听到人家这么讲 我十年前就这样讲 十年前这样讲 现在还这样讲 那表示你十年来都没进步嘛 对不对 我二十年前开悟以来 怎么样 二十年来你都没有进步嘛 这个不是行者 行者拥有一个敏锐度 告诉各位每天都在进步 讲每天都在进步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 一个精进的答案啊 它是时时刻刻都在进步 就好像车子往前走 时时刻刻它都在往前走 当它十年都不动 就表示它都没走嘛 你知道吗 尽管说这二十年时间 我一直在这个菩萨道上的努力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还是一直在进步 而且呢 我经常这样在测验 测验我自己到底是怎么进步的 这是我个人的啊 你当然很喜欢替我写传记 对不对 所以你很想知道说 我到底是怎么进步的 但我告诉你 菩提道上进步的这种传记 没有人能写 没有人能写 你写的是设身的传记 你没有办法写法身的传记 要写法身的传记啊 那最少啊 要跟它同程度才有可能写 要不然那个内容你无法去表达 无法去表达 它不像设身啊 设身可以讲几年几月几号 发生什么事做什么事 但是发生的不是 有些东西现在你才发现 其实十年前就已经成就了 只是那个因缘你现在才看到 那你怎么写啊 因为在法身的领域里 它的时间跟你的时间不一样 它的空间跟你的空间不一样 那你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说 菩提道上的超越啊 它是永无止尽的 那这个部分呢 在还原的经教行责里啊 它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 它不是单一模式的走过去 它是经常这样绕的 在这样绕的情况中在前进 当你发现说 因为它进步到那里的时候 它可能是跟这边连在一起啊 又连在一起啊 你知道吗 它不但不是单线前进 它在这样子前进的过程当中啊 它又是前后连接在一起 这个你就很难去做思维啊 生命是整体的成长 整体的成长 你没有办法去所谓的面面俱到 大脑对生命的成长 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照顾到 但是呢 生命它本来就是方方面面了 同时成长 你想象到吗 当你在长大的时候 只是一句话 你要记得 鼻子跟耳朵同时成长 不会说鼻子长大了以后呢 再长耳朵 左耳长大了以后再长右耳 有没有这样没有吧 同时来的 同时来的 那你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到 那是你发现到 而不是说 你发现的时候它才长大 它是同时长大 你只是发现的时候呢 是早是晚而已 所以在这个时候讲十方三四 不离当念 不离当念 就这么一念当中啊 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同时俱足 在一围城里啊 十方世界同时俱足 这就是华言的境界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本身呢 就是一再地在做超越的这份工作 菩提道的前进呢 也是一样 所有的修行人啊 所有的修行人啊 没有一个会想说我要停下来 直到它达到止于至善这样的境界 它还是继续在前进 我们可以说啊 它的前进呢 只有快慢 没有停止 生命的成长啊 是永无止境的 它不会停止的 它可能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比如说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我们这个沙婆世界 这个对立的世界里 修行者的生命成长啊 是最快的 到极热世界那样的地方啊 它生命成长是最慢的 来到释迦牟尼佛的世界里 生命的成长啊 是非常的快速 到达像要师佛 像弥勒佛的世界里 那生命的成长啊 有够慢 有够慢 因为那个地方福报太大 福报太大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所谓八万四千的意思 就是福报圆满啊 没有瑕疵啊 没有瑕疵啊 因为那里的人啊 都三十二相庄严 大家都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不像这个世界的人 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 上帝造起来以后啊 要拿去烤啊 有时候烤到躲到 就会变黑人啊 有的时候还没烤熟 头就抓出来所以变白人嘛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活太大就变红人嘛 那我们这一群是刚刚好 所以叫黄色的 黄人嘛 对不对 那关键就在这里啊 因为你这里就是种种对立嘛 到那福报完美的地方 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没有好恶 没有区别 那你怎么修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模仿嘛 大家都一样嘛 这里因为有种种的不同 所以呢 你会向上看 你向下看 那会厌苦 心乐 那个厌苦心乐 对心力产生的时候 那当然有些品质不好的会造恶 不过以正常的情况来讲 大家都向上 那你就会推动着你向前进 所以你从修行的立场来看 有些人啊 他在增生存啊 增生存啊 他很用心 用心做坏事 这是无可厚非啊 为什么 因为他要增生存嘛 增生存啊 就必须打倒对方 自己才会赢啊 要打倒对方啊 可是他没福报怎么办 他就用不正当的手段 这当然非常不好 那法律是不允许的 可是你从他的生命力 跟生命感上面来看 他用心增生存本身并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社会啊 资源分配不均 假如分配很平均的时候 他不会去做那种事 对不对 天生来到这世间就不一样 有的人来世间啊 爸爸留了很多财产给他 有的人来世间 爸爸留了很多债务给他 有没有 那你怎么会公平呢 根本没有所谓的公平 有没有问题啊 但是他面对这种竞争很激烈的生存环境的时候 他怎么办 他要让他拖下去吗 不是啊 他还是要争啊 当然他所争的方法 在道德 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这里面啊 这里面啊 修行人在看这个东西啊 他就会啊 三生无奈 真的是无奈 众生 增生存 有错吗 本质上没错 可是很多人就犯法律跟道德律 法律跟道德律是整个社会维系运作的一个基本要件 你干犯法律跟道德律 本来就是接受社会的制裁 但是他没有犯真理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那修行是趋向真理的 这个就刚才谈到了 修行跟修养是不一样的 修养是符合社会族群公约的 符合道德律 法律的 但修行呢 它是趋向真理的 所以有许的地方啊 你在研判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用道德律 用法律来看生命存在的现象 你是没有办法这样看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从菩提道来看啊 他在整个超越的过程里啊 道德律在看他的时候是不同的 所以呢 就必须要有戒律 戒律就在修行的范围里头 他给你一个成功的行为模式 成功的生与益三叶的模式 来运作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去运作 让自己的行法很快达到超越的目标 这个就对了 就对了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 你假如福报不够的话 那就产生了所谓障道 你在菩提道上产生障碍了 有没有 所以会修行的人 他就会运用 这种情况 怎么样去达到超越 因为这个世间啊 沙普世界 它本身就是对立 对立是传统的话 用现在的话来讲啊 叫资源分配不均嘛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匮乏 资源有所匮乏 人类的欲望无穷嘛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的道德律跟修行啊 都提倡一个知足 欲望不要无限成长 这是道德律跟修行共同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发现 这个世间的资源分配不均 这个世间的资源有所匮乏 所以大家都有这种认识 但是你在那福报绝对的地方 没有这回事 资源是无限的 资源无限啊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资源这么丰富 跟你以前那种匮乏的时代来讲 那么修行的基本理念啊 也不一样了 也不一样 即使社会生活啊 那也跟以前不一样 在孔夫子那个时代 他70岁以上的人啊 那有肉吃 年轻的人没有肉吃 有肉啊都留给老年人吃 现在谁跟你来这一套啊 麦当劳都卖给小孩子吃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70岁吃肉啊 年轻人没有肉吃的 没有啊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要吃肉在什么时候吃啊 初二 十六 做给拜门口的时 叫肉汤家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溃乏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了 所以资源的变化 对于人类的生活会有变化 对于人类的生活一有变化 人类的心理就产生变化 人类的心理一产生变化 修行的方法就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修行的目标 真理是一样的 但是呢 要趋向真理的 那个途径跟方法 是有所不同的 以前的人起码 就已经很快了 要不然绝大部分的人都走路 现在呢 不是啦 高速公路一开啊 多快啊 还不够快 不够快搭飞机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时代变了 物质资源的分配 也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方法 更不一样了 那么你现在在这里来看 看你的菩提道的时候 也是一样 超越 再超越 这个是一个 我们一个行者 要经常去照顾的地方 不要以为说 我已经超越了 正道了 你就结束了 没有 随着时空的变化 我们假设 你在国家进入已开发国家之前 你开悟的 那么现在是进入已开发时代 那你来已经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你再留意看看 我提供给你看看 广青老和尚 大家还记得吧 他死的那一年 你跟他注意看看 那死那一年的前后 死掉多少 佛教界的大德 跟你讲 要死 经常在一年 整年 轻轻做一个世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大概没有人去注意 他死的那个 那个年代前后五年 刚好台湾是从落后 那个开发中国家 翻过来已开发国家的时候 你回去查一查 在他们死的那一代 之前台湾属于农业时代 他们死完以后台湾进入工业时代 你不能说要知道你也以前死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在农业时代开悟的 当你进入工业时代以后 这些LKK 罗汉 已经没路用了 没路用了 没路用一个个都住入妹 他们不是选择死亡 是他们的因缘到此为止 你现在要再来的人 他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 给这个时代的利涅 他的成就才能利益这个时代的众生 你体会得到吧 你自己去体会看看 假如说这种罗汉 他是怎么样都无关 那个时代也可以开悟 那个时代也开悟 没有错 那是他心法上 在农业时代可以开悟 在工业时代也可以开悟 可是当他在农业时代开悟的时候 他要利益农业时代的人 在工业时代开悟 是要利益工业时代的人 他来这里干嘛 不是来好玩的 辛苦在农业时代 农业时代开悟以后 进入工业时代 他刚好可以开便乳 是吗 搭七四七是吧 不是啊 因为他有他时代性任务 那你一个行者来讲的话 假如你不想啊 这种永恒的超越 就一再一再的超越 无尽的超越 你就没有办法踏入新时代 你假如说 他二十岁成就 二十岁刚好在农业时代 那你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 他一定会再超越 要不然啊 他很年轻就走了 就走了 因为他已经进入等流 那个法身的范围里头去了 那法身有法身的作用 跟我们色身不一样 我们凡夫在色身里 无所谓 那个时代换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换那个时代 无所谓嘛 反正每天太阳都一样 空气也一样 对不对 吃的饭也一样 一样嘛 我跟你讲 根本就不一样 根本就不一样 但是你不知道 你分辨不出来 但是这一些啊 行者 修行者啊 他所看的社会 所看的世界 跟各位是不同的 农业时代的世界 跟工业时代的世界 不一样 工业时代的世界 跟资讯时代的世界 又不一样 告诉各位啊 从今以后的世界 跟以前的世界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那你 你怎么看啊 你有法言吗 你有慧言吗 没有法言 没有慧言 这些你完全看不出来 而一个行者啊 他就是用法言 用慧言 在这个世间的 而我们呢 是用肉眼 对不对 用玻璃眼 那你看这个世间 跟他看的世间 你脑子里面所想象的 这个物理世界的世界以外 他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个生命叫做第一生命 这个世界叫做第一世界 我不跟你讲 沙坡世界 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第一世界 你怎么样子 修行就让我们 从第一生命 转入第二生命 从这个第一世界 你转入第二个世界 我们叫做向线转移嘛 你怎么转过去那个世界里 那那个世界跟这世界是不一样 但是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都在这里 你知道吗 你躺下去睡觉的地方 同一个地方 可是它是不同的世界 你吃饭拿起来的碗筷 还是那个碗 那个双筷子 可是呢 你在不同的世界里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知道 你用大脑 所以在这个世界 第一世界里 你要不用大脑 你就在第二世界里 就那么简单嘛 那个不用大脑 跟用大脑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那就是你修行人 要去摸索的地方 那各位来 我告诉你的 也是这一个差别嘛 这个差别啊 在这个世界是怎么过活的 在那个世界是怎么过活的 其实很清楚啊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很清楚啊 你怎么看不出来 你说你讲清楚 我让我看清楚啊 我说奇怪 就这么清楚你怎么会看不清楚啊 就变成这种状况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各位讲 你要慢慢去摸索 去推敲 去揣摩 这当中的差别在哪里 所以说 当你在摸索的时候 你就是在修行 注意啊 摸索是心里在摸索 有什么不同 那个时候你就是在修行啊 真修行啊 我们感到很庆幸的是 这个东西我们表达得很清楚 我们感到很遗憾的是 你怎么会听不懂 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我已经讲到人家都说 我这个人怎么搞的 如果天机通通倒出来了 倒出来没用啊 你也不开悟啊 因为开悟不是你听到的 开悟是你要做到 所以才一直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实践 一定要实践 实践不是理论 实践是事项 所以我们说 教相你要做到 教理你不知道不要紧 你知道吗 教理你可以不知道 教相你一定要做到 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刚好相反 你只要把它讲清楚 我弄明白就好了 弄好了你还是 生生世世轮回 还是在轮回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你只要这样听我讲一遍 下辈子来 你考试一定第一名 但是不保证你 一定赚大钱 因为你有智慧 有没有修福报我不知道 那修福报还要你修啊 但你既然来听啊 这个脑筋里头 至少你整理清楚了 所以将来你读书会很简单 一看就懂 一听就懂 但是人格品质很重要 不然你读到当大官 只会贪污奥益啊 我不是说我们的大官都贪污 也差不多啦 那就是人格品质的问题啊 你有福报 那不要贪污 你自然就有福报 你没福报 你就不要贪污 贪到的恐怕问题都很多 同样的 你既然来听经 这个理路上帮你整理清楚啊 这没有问题啊 听我这样疲劳轰炸 你脑筋里头的按摩 应该也不错啦 所以下辈子成绩绝对很好 但修行不是要下辈子考第一名哦 重点是要在于 你自己能不能够去实践 实践 所以我们叫实践学 不叫哲学 我跟各位讲哲学没用 哲学是读书考第一名 可以当哲学家 可是实践家不一样 实践家一定要你真的去做 真正的去做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站在这个宗教的立场 修行的立场来讲 我们一再的要求这一点 一定要去实践 做下来 腿会酸 腿会痛 是必然的 那你就要给它酸 要给它痛 痛到不痛 那你就赢了 这个不是讲的口号 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是这样子 祈求的 也是这样祝福大家 真的能够走上来 好好的 把自己做一番断念 好吧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